昨天就是艺盡政府大流计划开幕礼 今年计划有新上市 以邮政总局、伊丽莎白体育馆、 鸿瀚社区会堂和沙田大会堂 四座不同服务性职的政府建筑物为展览场地 计划公开征照作品提案的方式 挑选出四位本地艺术家 包括小泳儿、陈晓、黄卫妍和胡慧中 艺术家运用民谣的触角配合场地的特色 周围的环境和社区元素发挥创作才华 展品各有特色的 市民可以免费入场参观 展期至明年3月底